继续看到的是中措家节,这不只是和全家团聚的美好时刻,它其实也是奉献爱心的日子。 日前有粉圆业者,他趁着开幕的前一天准备了500份的爱心粉圆,并且还把所得全部捐作公益,希望可以抛砖引玉来激发社会更多的温暖。 工作人员忙进忙出,七手八脚的准备各式甜品。在台北新开幕的这间粉圆店,老板趁着中秋节就快到了,大方捐出爱心粉圆,希望能为入市尽一份心力。 我们的这个粉圆甜汤有500份来义卖,借这个活动,希望有人呼吁社会来关买这些落实。 正所谓美风佳节被撕清,利用中秋节即将到来,店家慷慨送出的这份温暖,不只让眼前的这一碗粉圆显得更加香甜,借此更凸显出不少工艺单位普遍面临的募款困境。 其实经济不景气,大概所有社福单位的捐款都会受影响,那家福也是。大概以宜兰家福来讲,我们大概下降了三成左右的捐款。 这回由民间单位自行发起的工艺活动,除了邀请民众大方响应工艺,店内的员工更穿起了各种超kawaii的造型,要陪大家一起欢度充满笑声的中秋节。 人间卫视阳心高家长,台北采访报道。